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兄弟联李明老师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跟我做更多的互动交流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正式进入第五讲 关于文本编辑器 VIM 在前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Linux的常用命令 那么我们如果在Linux系统里面 想编辑一个配置文件 或者后面我们想写一个简单的下小脚本 我们需要掌握一个编辑器的工具 那在Linux系统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VIM 它早期的版本叫VI 那么如果你在一些资料里面看到这两个讲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 在第五讲里面我们分成两个内容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本节课会介绍一下VIM的常用操作 那下一节课我们会介绍一下VIM的使用技巧 首先我们先来把VIM的特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编辑器 如果你惯于使用Windows 可能你不太会擅长或者是不太会习惯改用这个VIM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点 VIM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一个全屏幕的文本编辑器 在Linux或UNIX上面是最常用的 因为在Linux上面有很多的命令 它默认调用的编辑器都是VIM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大家选择了这款编辑器来进行介绍 而没有选择其他的像MC啊像MX啊等等这样的编辑器 那么其实呢这种编辑器的工具 大家在熟练使用Linux以后 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用的编辑器来使用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VIM 因为它是呢现在用的最多的一个 它可以用来建立 可以用来编辑 可以用来显示查看所有的文本文件 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VIM并没有菜单 它不像我们在DOS下面输一个Editor 那个Editor的工具也是有菜单的 在Linux下面VIM进去以后没有任何的菜单 只能通过命令来下达指令来进行编辑操作 所以很多人刚用VIM的时候特别不习惯 那么但是呢VIM是一个其实用习惯很好用的工具 所以我们重点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这节课呢我们介绍一些常见的操作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页幻灯片 大家就可以简单的把VIM使用起来 VIM呢有三种模式 当然这三种模式在有的资料里面 它的名称稍有不同 那么这个并不影响 第一种模式呢叫命令模式 你可以用VI加上任何一个已经存在 或者是你想创建的文件名 就可以进入到VI的默认的 就VIM默认的命令模式 我们一般呢敲命令的时候 像我这样接触Linux比较早的话 因为早期这个就叫VI 后面呢出了个增强版本 叫VI-improve 把它塑写成VIM 但在Linux系统里面 这个命令啊 VI还是可以用的 所以你敲VI和敲VIM是一回事 你可以后面跟上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名 也可以创建一个新文件 VI默认进去以后 叫命令模式 换句话说 你敲的任何一个字符 系统都会当成命令来处理 这是很不同的一点 你按一个A系统会当成是一个命令 按一个B系统会当成是一个命令 那么如果你想进入到像Windows记事本 那样的插入模式 你需要按相应的插入命令 比较常用的有三个 分别叫IAO 那么我们可以操作一下 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呀 现在我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那么 假设呢 这个文件名呢 叫 沈超老师的一个message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随便写几句话 沈超 is a nice girl 那么 we like him 好 随便写几句 那么在这个编辑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缺省 我在默认VI加上文件名 这个文件是一个新的文件 我进入以后 你要注意一点 这个时候你进入的每一个字符 每一个字母 它都会当成命令来处理 比如说我按一个B键 你会发现并不是录入一个B 它是在等待你输入正确的指令 如果我按一个 比如说按一个小写的O 您看到这个时候下面就会提示 进入到了一个insert模式 插入模式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输入相关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 我们正常的插入模式 就像呢 Windows进入到技术本和写字版的感觉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回到命令模式呢 那么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按一下ESC键 NESC键你会发现 下面的insert提示就消失了 这个时候又回到命令模式 你输入的每一个字母 都会当成命令来处理 比如说我想把审抄 把它删掉 那么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删除命令 你看到我不需要进入到插入模式 再进行删除 那么我甚至可以把它恢复 可以用相应的命令 可以用相应的命令把它恢复 那这是呢 插入模式 还有一种呢 叫编辑模式 当你回到命令模式以后 如果你有一些编辑的操作想要做 比如说呀 你说这VM怎么这么面呢 连个行号都不显示 怎么能让VM显示行号 你可以这样来设置 你可以呢 直接按个冒号 注意 进入编辑模式的标志 就是输入冒号 在命令模式里面 一定要记住 是在命令模式里面 按一个冒号 在这个文件的最下端 会显示一个冒号 然后在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输入任何一个 编辑模式的命令 比如说加行号 这个命令呢 叫SiteNumber 但你可以简写 比如就叫SiteNU 表示要设置行号 一回车 就加上行号了 编辑模式呢 你可以直接按冒号 从命令模式 就可以进入编辑模式 编辑模式的命令执行完以后 它会自动回复到命令模式 这是编辑模式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只有在冒号后面 你需要输入的内容 才是编辑模式的命令 当然了 我们在学完这页幻灯篇 你就基本上 可以把VI用起来了 虽然可能用得很笨 但你知道了 在VI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插入模式 按一下AIO这样的命令 然后NESC呢 可以从插入模式 回到命令模式 如果呢 想做一些编辑的操作 比如说设计行号 可以在命令模式 按一下冒号set number 就可以了 如果保存退出呢 可以用冒号wq 就可以保存退出了 那么我们在这节课里面 讲的最多的 其实呢 也就是命令模式的 一些常用命令 以及编辑模式的 一些常用命令 这是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重点 但这节课呢 有可能是在我们 整套Linux视频教程里面 最枯到的一节课 因为都是一些 其实在我看来呢 至少是比较重复性比较强 比较枯燥的操作 那我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其实VIM的使用和学习 最重要的呢 就是在你知道常用的操作以后 能够经常练习 能熟练它就可以了 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呢 叫赵如飞 这个兄弟呢 翻译了一本 VIM官方的一本资料 叫The VIM Book 这本书翻译完了呀 400多页 那么你没有必要看 这么厚一本官方的手册 来去了解VIM 如果你只是想做运维这个方面 如果就算你是做一个程序员 那么你用VIM 可能做一个IDE的可能性 也并不是特别大 可能我们一般来讲呢 在兄弟年的学习里面 建议前期学习 为了加强你的语法 各方面的记忆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GVIM 图形版的VIM工具 但是真正在开发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并不推荐 所以呢 VIM我们只是大家 在编辑一些配置文件 或者写一些简单的小脚本的时候 我们比较建议大家来进行使用 好 我们看一下它常用的一些 命令模式和编辑模式的操作 第一个 插入命令 我们从命令模式 怎么样来进入到插入模式 那么你要简单来记忆的话 就是三个字母叫AIO 小写和大写是有区分的 小写的A表示在光标所在字符后插入 大写的A在光标所在行 行尾插入 A表示要Pand I表示在光标所在字符前插入 大写的I表示在光标所在行的行手插入 O呢是插入新行 光标上面或者光标下面插入新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那么比如说呀 我现在打开刚才我打的这个文件 省插入点Message 那么这个时候啊 假设说呢 我们想在啊 这个Nice后面 或者这个Go后面 我们加一个字母 那么我们只要按A 它就会在这个光标所在的字符后插入 假设我加个多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在光标所在字符后插入 按小写的A 按大写的A 可以在光标所在行的行尾插入 比如说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写完这句话 我想接着往后写 你不管光标在这一行的任何位置 按一个大写的A 它会自动跳到行尾 那你就可以进行输入了 那么 我可以继续输入的 那么 可以继续输写下去的 如果呢 想在光标所在字符前插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呢 光标移动到S这个位置 如果想在光标前面插入 按下I Insert 你可以进行输入 比如输入个A空格 这是I在光标所在字符前输入 如果在光标所在行 行手输入 按大写的I 你看到它又跳到行手 假设我做更改 我把这个S改成大写 可以这样做 如果呢 你想在光标下面插入新行 记住任何操作都要先回到命令模式 按一下ESC 然后按小写的O 在光标下面插入新的一行 在光标所在行的下面 插入新的一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输入相关的内容 可以这样做了 但如果呢 你现在想在光标上面输入新的一行 按大写的O 先回到命令模式 按一下大写的O 这个时候它会切换到上面一行 那么你可以进行输入内容 你可以输入内容 可以这样做的 好 这是关于呢 怎么样来进插入 简单来说呢 记住三个字母命令 AIO 接下来呢 是怎么样来定位 有一个呢 前面我们讲过了 就是设置行号 怎么样来设置行号 Site number 设置行号 取消行号 Site no number 这个挺直白的 我们看一下 假如我打开一个系统文件 当然了 你做练习的时候 最好呢 别直接编辑系统文件 万一改错了就悲剧了 给摆在拷贝一份 那么比如放在time下面 叫services 那么这个时候 我编辑time下面的 services 这时候打开这个文件呢 我怎么知道 它有多少行 可能我在使用一个配准 键 假设阿帕奇 在你启动的时候 它甚至会告诉你 这个配准键呢 第823行有错 这下悲剧了 823行在哪啊 那你最起码先能把 行号标记上 Site number 它会标记 行号 如果想取消 行号 很简单 Site no number 取消 行号 如果我标记了行号 那么我在排查错误的时候 怎么到某一个指定的行 到第一行 按两个小写的记记 在命令模式 按两个小写的记记 你看到 不管你当前光标之前 在什么位置 按两个小写的记记 它会到第一行 按一个大写的记 你看这个文件 有一万多行 但它会马上跳到最后一行 这是快速定位到文件的 第一行和最后一行的方法 那如果你想定位到 指定的行呢 假设真的是这个文件 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它是一个服务的配准文件 服务一启动 告诉你配准文件 821行有错 怎么办呢 怎么到821行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N记 现在命令模式 按个821 但其实你看不到 再按一个大写的记 好 先退出到命令模式 821 按一个大写的记 你看到 就定位到了第821行 但这种方式不直观 我们推荐新手使用的呢 更多的是这种方式 在编辑模式 先按个冒号 然后直接敲上 比如到1000行 冒号1000 就可以直接到第1000行了 它比较直观 到某一个指定的行 这个我们用的比较多 那么如果现在 我只是在编辑某一行的时候 我想移动到这个行的某一个特定的位置 比如最常见的 移动到行首或行尾 Dollar可以移动到行尾 0可以移动到行首 不管你光标在这行的什么位置 按一下Dollar 你看到光标就移动到行尾了 如果你按一下0 光标就移动到行首 这是怎么样在一行里面移动到行尾或行首 好 这是关于呢 定位的命令 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删除的命令 删除呢 如果简单来记的话 其实就是删除字符和删除行是最常用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删除字符呢 就是X删除行呢 就是DD 好 我们看一下删除光标所在处的字符 比如说呀 现在呢 我想编辑刚才呢 我做练习的文件 这个 审超 给Message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现在呢 想把审超删除掉 那么我可以把光标移动到审超的这个字符上面 我按X 你注意观察 就删除光标所在处的字符 再按一个X 又把光标所在处的字符删掉了 那么如果你想删除光标所在处的多个字符 这一个个删太麻烦了 我们一下把审超老师干掉吧 那么审超这个名字后面还有六个字符 我按一个6 再按一个X 就搞定了 NX 删除光标所在处 多个字符 如果想删除一行 按DD 比如说当前光标所在这一行 我都不想要了 按一个DD的命令 就删除一行 如果想删除多行 很简单 NDD 比如光标现在所在的位置下面的行 我都不要了 按一下2 按一下DD 删除两行 就可以这样做 好 我给他恢复一下 那么如果呀 我们现在呢 想删除光标所在行到文件末尾的位置 比如说 现在呢 这一行 Sentral is a nice girl 这行一直到这个文件末尾 我不管有多少行 我都不想要了 那么我可以直接按一个小写的D 再按一个大写的G 你会看到他告诉你 你删掉了四行 那么 他就把光标所在行 一直到文件末尾的位置 都删除掉了 如果你想删除光标所在处到行尾的位置 比如这个Welcome to Lamp Brother 你想把Welcome后面的都删掉 按一个大写的D Welcome这个单词后面 光标后面内容都会被删掉 按一个大写的D 就可以了 就都删掉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那么我先不保存退出 这个后面会讲 给我探号 假设说呀 我编辑这个很长的文件 Temp-Services 我卡贝过来了 这个文件呢 有很多行 SiteNumber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假设到第1000行 现在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呢 把第999行到1006行 把它都删掉 这怎么做呢 删除指定范围的行 冒号 999 逗号 1006 指定行的范围 用逗号来分隔 然后按一个D 这个时候就可以删除指定范围的行 它会提示你已经删掉了8行 可以这样做 好 这是怎么样来进行删除 再有呢 就是怎么样来进行复制和剪切 如果说的简单一点 复制和剪切 就是YY和P的组合键 或者是DD和P的组合键 好我们看一下 假设呀 我打开一个短一点的文件 我打开刚才我创建的 Sentral.message这个文件 我现在想把呢 Sentral is a nice girl这行复制一下 按一下YY 然后你想复制到什么位置 比如说我想复制到 We like him这行的下面 那你只要按一下小写的P键 就会复制到这行的下面 如果你想把YY复制这行 复制在光标锁在行的上面 按一下大写的P键 它就复制到光标锁在行的上面 所以YY和P的组合键 就相当于是复制 如果你想复制多行怎么办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呀 我现在想把当前光标锁在下面的三行 都做一个复制 按一下3YY 你看到系统会提示你 有三行已经被复制了 然后我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想把它粘切到光标的下面 按一下小写的P 就可以复制多行 减切呢就更加有意思 减切是删除的删除一行的命令 DD和Y和P的组合键 比如说你现在想把一行剪切 假设呀 我想把 Welcome to LampBrother 这行呢把它剪切到文件的最后 我按一下DD 这行就删掉了 但是我用大写的G到最后一行 把它粘贴到最下面 按一下小写的P键 你看到 Welcome to LampBrother 就到了这个位置 DD和P的组合键 是剪切的意思 剪切多行也可以 比如把这四行都剪切了 4DD 这四行都被删除掉了 系统会有个提示 假设我想把它复制到 Welcome to LampBrother的下面 按一下P键 你看到 这四行就都已经被复制过来了 这次呢 怎么样来进行复制 或者剪切 简单来说就是 YY和P 或者DD和P的组合键 再有呢 就是一些替换或取消的命令 比如说呀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编辑一些配准键的时候 可能要做一些细小的修改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想把这个C改成大写的C 那么你如果正常的做法很麻烦 你要用X把光标所在处的字符删掉 按一下I进入插入模式 再按一下大写的C 这个时候再按ESC回到命令模式才可以 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操作 但假设现在我们用一个快捷的方法 我们直接替换很简单 你想更改某一个指定的字符 按一下小写的R 然后如果你想把大写的C改成小写的 再按一下小写的C 两步就搞定了 比刚才我演示的要减少四步 要减少两步 但如果呀 你说呀 现在这个后面的 我们都想做一个替换 比如说这个go从G开始 我都想做一个替换 按一个大写的R 这个时候你可以进入到 你看它提示叫replace 这样的一个替换状态 你可以进行输入 我可以把它替换成这样 如果你不按ESC结束 它一直处于替换模式 那除非你按ESC回去了 大写的R 它会一直在光标所在处开始替换 直到你按ESC终止为止 如果你做了一个操作 我弟弟删除一行 删完了我后悔了 这怎么能把沈超老师删了呢 你把它恢复过来 这个时候按一下小写的字母U 就相当于我们在编辑word文档的时候 有一个恢复的箭头 那么安度 就恢复上一次的操作 如果你有误操作的话 可以用U来进行恢复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再有常见的操作 就包括像搜索和搜索替换 比如说现在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假设呀 现在要打开一个刚才生成的temp services这个文件 打开以后呢 我很想知道某一个关键词所在的位置 可能我就想获得那方面的信息 比如说有一个服务呢 可能叫ftp 我只想找跟ftp相关的行 我想看一下它的设置是怎么样的 斜杠加上搜索时 你要指定的字串 就跟我们在讲lice命令的时候是一样的 lice里面也是这样用 输入以后 回车 你看到它会找到第一个ftp所在的行 如果呢 你现在发现这不是你要找的 会有个NN N表示找下一个 再N再找下一个 再N再找下一个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这里面如果呀 我把这个小写的f改成大写的 我们再来重新从第一行来看这个查找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你看到大写的f它跳过了 在linux的vim里面的搜索字符串 是严格区分大条写的 如果你想不区分大条写 冒号用一个编辑命令 setic 如果想区分大条写 再把ic前面加上no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再搜索ftp 你会发现不管是小写的 还是大写的 它都会被找到 我们重新搜索一下 我回到第一行做一个搜索 一二三 你看到大写的ftp也会被匹配到 这是在vim里面非常非常常用的一种搜索 就跟在lice浏览文件里面是一样的 如果你找到以后想做一个替换 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来做 那么替换的时候呢 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这个格式呢是这样的 前面呢是冒号表示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呢你要指定一下 你要替换的范围 指定替换的范围 如果我们写成s就表示全文替换 如果你写成s就表示全文替换 如果你想替换指定的范围 那你可以写上起始行 起始行 然后逗号加上中止行 指定一定的范围 然后加上s 表示你要对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替换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之后呢 你可以再加上你要替换的字符串 再写上你要替换的新的字符串 然后呢 你可以加一个g 或者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c 这里g呢 就是替换的时候不询问 c呢会做一个询问确认 好 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用一下这个操作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做一个全文替换 你可以这样做 冒号 命令模式下面 我们先敲一个冒号 好 我退出输入法 冒号 百分之s 全文替换 我要替换什么呢 我把所有的ftp都替换成 比如说我把它替换成杨幂 我对ftp没兴趣 那么我对美女有兴趣 然后g 这个时候呢 这个文件里面所有的ftp都会变成杨幂这个关键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回车 你看到原来的mcftp已经被替换成了mc杨幂 那么所有的ftp都被替换了 你搜索一下杨幂 你会发现这里被替换了 这里被替换了 变成杨幂刚date了 这里呢也变成杨幂了 全文替换 如果想指定范围的替换 sign number 我现在就想把41行到44行做一个替换 我把杨幂 比如说把它替换成省超 这口味有点重 而且我加个c 我们看一下跟g有什么区别 回车 他会问你 第一个要替换吗 要替换NES 第二个不要替换NNO 第三个要替换NES 第四个要替换NES 这个时候呢 好好一个美女 立马就变成一个标情大汉了 马上从杨幂变成了省超 就可以这样来做一个替换 这是我们在VI编辑配准件的时候 或者在写车要脚本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一种搜索和替换的功能 好那么再有呢 比较常用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保存退出 在我们使用Word文档的时候 可能经常用一个功能 我们在做了一些编辑 比如删除一行啊等等 我想保存一下 你不想退出 只想点一下保存或Ctrl S 在VI里面直接W就可以了 表示Write 保存修改 Write 保存修改 就可以了 那么你最好养成一个习惯 在你更改一些配置文件 或者脚本的时候 养成经常备份的一个习惯 如果万一的异常的断电或重启 会造成一些丢失 那么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想用Word的另存为功能 可以冒号W 另存到另外一个位置 叫一个文件名 比如说把它存到root下面 那么可能叫省超 比如说小小电影 就可以这样做 但是最常用的是这个冒号WQ WriteQ 保存退出 是我们用的最常用的 保存退出 那么 还有一个快捷键 大家可以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 有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有些人编辑VI的时候 那么在编辑的过程里面 他做了一些修改 删了好多行 删完以后呢 这个时候他要做一个保存 他没有按冒号WQ 直接 大写的ZZ 就ShiftZZ 快捷键 也可以保存退出 那么这个是大家所要掌握的一个内容 其他的呢 包括还给不保存退出 今天呢 我登录这个配置文件一顿改 改完了 我发现改的都是错的 我不想让这个更改生效 你可以直接 骂号Q探号 叫不保存退出 回车以后 他实际上并没有保存 就退出了 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 例子 比如说呀 我们看一下 TAMP下面 这个Services文件 看一下它的权限 可以用这个LM命令 它是MS呢 -LD 这样的一个缩写 我们可以直接看文件或目录的详细信息 对吧 我们看一下 -TMP 你看到Root是有写权限的 假设现在我们做一个实验 我们把Root的写权限把它去掉 把所有者RootU它的写权限把它去掉 去掉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权限 就变成了三个R 也就是说连Root也没有写权限 这个时候你再编辑这个文件 ETC S 回车 你还可以做更改 但在做更改的时候 他刚才出了一个警告 他告诉你 这是一个readonly file 是一个止读文件 但是呢 你还依然可以改 改完了你冒号WQ 悲剧了 他告诉你readonly option inside 只读属性被设置了 但是他也括号里有个提示 添加碳号 可以to override 可以强行保存 我们看一下WQ 碳号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这个强行保存呢 这个操作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 不是说张三王五照六 谁都过来都可以强行保存 只有文件的所有者和Root可以 回车以后可以强制保存WQ 好 这是大家呢 所需要掌握的比较常见的一些操作 好 那么呢 我们把今天这节课讲的内容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首先呢 大家需要了解的 就是VIM的三种模式 直接用VI加上文件名 就可以进入到命令模式 在命令模式里面 你进入的每一个字母系统 都会当成命令来处理 比如AIO插入命令 那么在命令模式进入到插入模式 可以按命令进入以后 那么这个叫插入模式 插入模式回到命令模式 可以按ESC 就可以回到命令模式了 如果想进入到编辑模式 你可以直接按冒号 输入编辑模式的命令就行了 所以VIM 首先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三种模式 常用的操作 第一个插入命令 简单来记就AIO 三种插入 小写的AIO 大写的AIO 分别呢 是不同类型的插入的操作 再有呢 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些定位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位到某一行 那么我们可以用Site Number 注意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要在编辑模式下输入这个命令 Site Number 取消呢 Site No Number 定位到某一行 这个用的很多 冒号N 定位到某一行 包括到第一行 到最后一行 到一行的行手 到一行的行尾 这个像刀勒 0啊 大写的G啊 小写的GG啊 都是需要大家知道的常用的快捷键 再包括呢 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 像删除的命令 简单来说 需要大家掌握两个 X删除光标所在处的字符 NX双处光标所在处 N个字符 删除一行 DD 删除N行 NDD 删除 如果想复制 和剪切 那么复制呢 简单来说就是YY和P的组合键 或者是NY复制多行和P的组合键 简切呢 是DD和P的组合键 P分大写和小写 复制到当前所在行的光标下面 或者上面 再有呢 就包括了一些 替换和恢复的命令 替换呢 其实就是一个小写的R 替换光标所在处的字符 大写的R 从光标所在处开始替换 直到你NESC为止 U呢 恢复上一步的操作 再有呢 就是搜索和替换的 如果我们想 查找某一个指定的字符串 然后把它替换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斜杠 加上你要找的这个关键词 N件呢 可以找下一个 那么如果想做一个替换 你可以用冒号 加上指定的范围 然后写上 你要替换的关键词 或者字符串 再写上替换为的关键词 或者字符串 再写上G或者C 就可以替换了 搜索和替换 再有呢 就是保存退出 最常用最常用的 就是冒号W 也就是两个大写的ZZ 保存退出 以及呢 不保存退出 冒号Q 探号 包括呢 我们还可以强制保存 WQ探号 我们还可以保存 冒号W 那么常见的VIM的操作 就有这些 需要大家掌握的 那么VIM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文本编辑工具 那在我们这一讲里面 不做过多的介绍 这是我自己经验的一个分享 常见的这些操作 大家能掌握 基本上也就够用了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讲再见 下一讲 我们会为大家介绍 VIM有哪些使用的技巧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新出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Linux的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Linux的电影 T-Linux的电影 Mp-Linux Con Mp-Linux 超级 Mp-Linux Mp-Linux Mp-Linux